那是不是有聊到核心 包含是總統人選的產生方式 那接下來三人會談 還有什麼時間會再進行 在過程當中 我們都希望 大家能夠拿出新的方式 來面對政黨協商 尤其我們不要再去堅持 舊有的方式 所以面對政黨協商 兩黨的主席 都要去思考 如何用新的方式 能夠共同往前推進 讓藍白合作能夠順利 因為柯市長他之前是否決 就是國民黨這邊提出的民主初選 還有全民調各辦的折衷方法 但是他現在有提出新的方式嗎 因為他說現在可以接受在同一張選票 目前我相信新的方式 兩黨的主席都會繼續做重新的思考 讓兩黨主席重新思考一個方式 如何在政黨合作上 能夠大家共和面對 所以這才是解決問題最主要的一個關鍵 那我們期待的是大家多一點善意開放 以及互相體諒 大家共同往前推 那想帶媒體提問就是說 聽說昨天三元密會消息走路 是金埔中執行長放出的消息嗎 你們想太多了啦 這跟金執行長完全無關啦 甚至我都沒有跟金執行長講哪一個地點 對我只告訴時間 沒有講地點啦 所以大家不要老是很多事情 都耐到我們金執行長身上